大家好,川普离开了白宫 川普像以前的总统一样都要出书 但是现在美国的出版界 250人联名抵制,要给特朗普出书 他说不给叛徒出书 这是美国独立报18号报道 数百名编辑、出版的代理人和作者 签署了一封公开信 要求图书产业拒绝出版任何特朗普政府官员 卸任后的回忆录 这封起名为不给叛徒出书的公开信 上周有超过250名编辑、作者和出版代理人 在上面说明 共同反对任何特朗普政府官员未来出书 包括即将卸任的总统本人 此前据传特朗普正在考虑出版一本回忆录 这封公开信是美国小说家叫巴里·莱加 他写的 他写道 作为美国写作和出版界的成员 我们重申 曾经加入过特朗普政府的这条 必须被视为出版社 在考虑出书协议时一个减分标准 他接着说 特朗普政府在笼子里关押儿童 对被囚禁的妇女进行非自愿的手术 对科学嗤之以鼻 随着数百万美国人感染新冠病毒 特朗普政府在任何一名成员都不该通过出版一本书 几乎生搬硬套的书来敛财 这封信的署名的人当中还有来自西方五大出版社的工作人员 有企鹅兰登书 这个企鹅兰登书非常有名 还有阿切特图书集团 哈勃克林斯出版集团 西蒙与舒斯特出版 还有迈克米伦出版 这些人他都出版过包括奥巴马回录 还有一些其他美国前总统的一些著名的美国政界名人的回录 这一次联合抵制 可以看到川普想要出版 想要再出版自己的回录 在美国来说会受到集体抵制 来加 他在一封电子游线中告诉洛杉矶时报 涉及到出版任何特朗普政府的书的目的 出版商应该按照自己的良心 按照能够带来改变的程度形式 报道称 有的出版社已经开始疏远特朗普的盟友 此前西蒙与舒斯特出版社取消了与共和党参议员 乔西·霍利的一项出版协议 1月6号 特朗普支持者冲击国会大厦 造成五人死亡 霍利一直是国会中那些仍然投票反对拜登 胜选结果的共和党人之一 小说家来加在给出版商的信中写到 煽动收买挑唆会以其他方式支持 2021年1月6号政变企图的人 都不应该让他们在他们的大道理 通过出版社获得报酬并进行传播 去年11月报道 特朗普本人计划在他离任后出版一本回忆录 但还没有正式宣布 这样的举动对于在即将离任的总统来说 是很有价值的 因为特朗普还有4亿美元的贷款 需要在4年内还清 这次出版 特朗普可能也会获得巨额的出版的白宫回忆录的利润 所以其实出版社也是对特朗普的一种打压 我对这个事其实我觉得这是美国内政 美国出版界 民主党对共和党的打压 我个人认为 看看中国对方方 中国并没有压制方方出版任何书 虽然民间或者是有一些压制反对的声音 方方的这个书呢 方方日记也好 也包括方方他自己的一些这个网上的一些日记 他还是出版了 还是出版了 在国外出版的 你听见了吧 其实方方日记在国外还是出版了 而且方方在国内并没有像这个联名这种出版社对方方打压 嗯